Yuki-chan在我死的时,我还没有哭泣 带上耳机,享受自己那份寂静 所有人都在期待接下来的旅程时,她却悄悄离开 坐到了四下无人的地方,不知所以地望着眼睛的风景 脑中满是赖的形象 之后面对男生的邀请,翠花尽量逼自己要保持浓和的兴趣 而她的一举一动却被班级里那些所谓的女权女生们当作笑料 在四下肆意地嘲笑,挖口 她摄下了一切,仿佛又获得了很多 面对同伴男生的邀请,她去了 但一整夜,她脸上都没有出现哪怕一丝的笑容 跟男生相处的时光里,她一次次想要跳出赖带来的阴霾 但一次次以失败告终 她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紧紧地坐着 不被打扰到思念着,她时常独身 走到海边跟赖一起去过的那个海,静静地一个人 面对男生的深情告白,她依然决然地拒绝了 因为在她的世界里,心里只能容下一个人 那就是赖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